从晨曦见起 到华灯见面 在街角巷尾 桥碎寒洞车站码头 总能见到厦门市救助站巡查员 史东华的身影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上街巡查 如果碰到无家可归 无利返乡的困难群众 我们救助站会想方设法地帮助他回家 从第一个孩子在梦中醒来 到最后一个宝宝憨然入睡 林碧玉的一天忙得像个陀螺 在厦门市儿童福利院 妈妈们用无私的母爱 让这些姑气儿童感受到家的温暖 我宝宝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 说妈妈你能不能回来陪我呀 我说妈妈上班了 我不只有你一个孩子啊 我还有福利院这么多孩子呢 拜拜吃饭了 以儿女的心形儿女的笑 在厦门金山养老院 李希玉是这些爸爸妈妈们最贴心的女儿 老人们平时把我当成女儿或者孙女一样 特别呢是在疫情期间 他们也需要格外的照顾 他们也特别需要我 他们的职业或许不被人熟知 却是社会都敌保障的一线力量 若有所福 老有所养 在全面小康道路上 厦门确保对困难群众 应保尽保 应养尽养 应补尽补 应邦尽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